新竹宝山香的葡萄蜜柚香甜多汁 这吃起来就好像是柳蒂一样 不过呢要种出这样高品质的蜜柚 可得要掌握施肥的时间 果农舟曾经为太心急了过度施肥 为了要改掉本来急躁的个性 您知道吗这些农夫呢 是趁着农闲的时间来练书法 他们说这样能够修养身心来调性情 也因此种出了甜美蜜柚 那香味啊它有特殊香味啊 剥开葡萄蜜柚果汁立刻流出来 外皮绿肉直白 新竹宝山香的葡萄蜜柚 甜度高达12度 吃起来就像柳蒂 也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接那个海梨的 所以呢它都是非常的甜美多汁 然后呢皮薄 然后水分很多 这里的葡萄蜜柚和市面上不一样 把葡萄柚嫁接到海梨柚树上不断改良 能有今天的好滋味 关键就在施肥时间 果农雪林立和先生先前怎么种都种不好 仔细检讨才发现是个性太极 过度施肥 他干脆趁着休息时间练书法 修身养性也种出好吃蜜干 可以训练自己比较不容易发脾气 反正有空我就写 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 我先生在看电视我也在写这样子 一天最多写了16个小时 擅长力数的他还拜知名书法家为师 写书法种蜜干 也成了最有书卷味的农村风景 非常非常冷静一点 谢谢大家